明天故事 宝贝,不能说谎 从前在一个茂密的森林里 铸着一只聪明的小猴子 它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张调皮的小嘴 总是喜欢四处探险 有一天,小猴子来到了山羊阿姨的果园 看到书上捡满了诱人的果实 口水都流出来了 山羊阿姨见到了小猴子 笑着问道 小猴子,你来干什么呀 小猴子笑嘻嘻地说 阿姨,我听说你家的果树结了好多果子 我想尝一尝 山羊阿姨善良地笑了笑,说 当然可以了,拿几个尝尝吧 小猴子高兴地坐在草地上 吃了个肚子鼓鼓,再满足不过了 第二天,小猴子又来了 这次他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是给朋友带果子去 山羊阿姨又欣然地给了他一篮子果子 小猴子每天都编造不同的故事 骗取了很多水果,觉得自己真聪明 然而,有一天,山羊阿姨一再回家的路上 发现了许多没吃完的水果 他心里有些疑惑 第二天,小猴子又来了 准备编造另一个故事 山羊阿姨拿出一个大袋子,说 小猴子,这是你吃剩的水果 小猴子感到非常惭愧,低下了头 山羊阿姨温柔地拍了拍小猴子的肩膀 说 小猴子,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但是撒谎是不对的 诚实是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是重要的是学会改正错误 下次,如果你想要水果 就坦诚地告诉我 我会乐意分享给你 小猴子听后深深地点了点头 同时也明白了诚实的重要性啊 他决心从现在开始 不再撒谎学会诚实待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撒谎终究会被发现 诚实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诚实待人 这样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 今天是感谢的人 照理能的尊重和信任 費支付 不得让你来 apprentice 上词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